吴咸筠 大家好,我是小野 今天又来山里捡俊南 这两天那个麻崖隽还挺多的 价格也比较不错 现在麻崖隽的话我们这边收的时候是450kbo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运气不错 刚上来就看到一朵 还挺肥的 这个是白葱卷 白剑手青 挺值钱的 这里看到了一朵 这个是核桃卷 有点瘦小的 这里看到一朵 看一下是什么卷 这个是药不成的 本来药的不认识 哇,你看 这扫把卷 这一片都是 大家进去看一下 这个不过还有一点细 我们就留着它 水塌吧 挺多的 这里又看到了 这个是钢八卷 那个小的就水塌 我们就要有一个大的 还不错 还不错 这里又看到一朵 看一下什么卷 还有一个什么卷 这个也是青头卷的一种 但是它的赶那个 不可以药了 斩成了 真的 看这里看到 看看什么卷 这个是石灰卷 不可以药 不能药 才刚下过雨 山里面这个漏水也挺大的 每多长时间衣服就弄湿了 看远远的 这里也看到一朵 这个一看就是拔葱卷 扒起来看一下 拔剑手心 挺不错的 你看下过雨之后 好多小的小卷子出来 太小了我们不要了 把它盖起来 下一批卷子之间出来 这里看到一朵青头卷 你看 还挺大的 青头卷的颜色都比较深的 这里还有一朵 哇 看这个喇叭卷 实在是太多了 这个我们得不要的 水这里也看到一朵 不仔细看还不容易看出来 香门头 我们继续往前面走 这里也看到一朵 这个也是香门头 这里看到了一朵 这个看得像红葱 确实是红葱卷 你看 红葱卷比较漂亮 挺不错的 哎呀 看这么肥 看这里看到 好多这个扫把卷 不这么肥 不要拿水汤 给它再养大一点 看这里也看到一朵 四朵 这个也是红葱 像这样的已经算是大卷了 因为这两句天卷的比较少 哇 看这里也看到 一只栋 四朵 四朵 不错不错 把它搬起来 看 这样的都是大卷 这个是冰钓了吧 这个 看这里看到马牙菌 那个小的我们就不要了 这个大点的 这个挺大的 大的我们才要小的我们就不要了 看像个大扫把一样 我们现在去老卧子看一下 我老叔带我去找那个沙老包 我们每次来到基本可以找个几朵的 过去碰下运气 这里看到一朵 这个是沙老包 我们这叫博学院 你们有的地方叫那个老人头 拔起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是开盘的 这里也看到了一朵 转个方向 这个也是沙老包 看这个是没开盘的 圆圆的 这里看到了一朵 这个应该也是沙老包 这个是有两朵 有两朵的 挺肥的 这个 拔起来 红剑手青 红葱 好肥啊 这个 太漂亮了 还是一个咕咕 这个是有两朵 这个应该也是沙老包 你看 沙老包 这个 挺肥的 给大家看一下 哇 你看 好大 还是一个咕咕 还没开盘的 这里也看到了一朵 就在旁边 就在刚才那儿躲的旁边 也是沙老包 包起来 哎呀 断了 可惜了 盖起来 像这个沙老包的话 至少都有一斤重 挺沉的 看这么大 哇哇哇 大家看到什么 这个是核桃圈 看这么肥 杆杆这么粗 哇不错 把它扒起来 你看 还挺嫩的 在这个青边上 看到一个 这个是沙老包 哎呀 上面还有一个小的 还挺大的 圆圆的那里 看不到几朵奶浆圈 自己走 这都烂掉了 可惜 这都已经烂掉了 这个是什么情况 现在我们顺着这条路回家了 今天的收获比较不错的 过一会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那烧老包 红葱白葱 满满的半篮子 比较不错的 我们坚持每天的斗篮 总有一天能找很多的 坚持就是胜利 走吧 我们现在回家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记得点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